各位觀眾 你們好 多謝來到肥坤頻道 收看肥坤的影片 非常多謝 記得按訂閱 今天我的位置 就在中區的新馬路 今天走到這裏 又走一下 我們又看看附近的人流怎樣 我現在看在前面 一臘舖全部關門 黑漆漆的 這一段 全部關門 這個是中區 今天的人流 似乎不錯 今天我們走一下附近的街 前附近這裏是郵政局 我們現在就向著附近方向 我們來走 我們來看看這一區的情況如何 今天似乎很多人逛街 今天似乎很多人逛街 很好 今天似乎的人流也不錯 來到這個路段,對面那些鋪頭基本上全部都開了 這邊的開鋪率基本上100%都開了 前面就是大西洋銀行 香港朋友如果以前留下了有些褲幣的在那裏 是不用得的,如果是西洋銀行的,就可以去西洋銀行那裏換新鈔 如果是中銀的,你就去前面那裏,去中銀大廈那裏 中國銀行換新鈔 如果是少量的,就留下紀念 舊銀仔全部都不用了 西洋銀行很容易認,剛剛在新馬路口 就是這座粉紅色長身的 剛剛從南環街交界處的紅綠燈位 這個門口就是了,可以進去兌換的 這個門口就是南環街 南環街 南環街 我們繼續走這一邊 我們繼續走這一邊 走這一邊 這條街口 現在鏡頭對著這裏 就是以前的豆南環戲院 這條街叫做羅寶博士街 今天 turn 看 右邊 镜头对着这边的辣椒都是金泡 转过来这边就比较静一点 以前这里是陈光记烧鸽 它出名的就是黑椒烧鸽 烧鸽奶粉之类的东西 以前是坐满的 再走上去 脆丸结叶了 现在好像是大装修 看见开始拆东西 这条叫做罗宝博士街 工人开始搬东西 应该有人接受了 应该是有人接受了 今天我们又转过来这条街 马桶令街 这个门口是厂商会大厦 我曾经拍过这条街 前面的店铺开 楼上全部放空 像鬼屋一样 这条街 里面有两条马路 叫马桶令围 里面都是吃街 打卡点 马加烈葡萄 喝咖啡 猪扒包 那边都是坐的 经常是爆 现在都 现在就惨点了 现在就应该都不错了 已经 个别有少少店铺 一两间 暂时关门了 前面有一间绿色铺 是瑞昌银号 如果香港朋友过来澳门洗钱 不一定用洗港币 可以换了澳门币 因为澳门币是低一点 一百元是多三元的 那你过来洗钱用得多 一千元就多三十元 够喝咖啡 你用多少 换多少 基本上澳门的地方 全部都用蒲币 你换了蒲币来洗 就多一点 我们出回来的街口 叫做约翰四世大马路 镜头拍着对面 就是蒲文学校 我们拍到这里 下次继续 这个位置 直到八国亭